范冰冰范爷又有新动作了 昨日在电视剧迎天下的首次媒体发布会上 饰演八卿的范爷率领全组主要演员马苏 郑雅文 高云祥 闫义宽等在北京与媒体见面 值得一提的是 许久没有拍电视剧的徐帆当天也惊喜亮相 据了解 帆姐这次是作为特别出演的身份加盟该剧的 之所以愿意以古装造型亮相 主要还是因为范爷的盛情邀请 当时我说找范姐的时候 我跟所有的制片人说 范姐 她能来吗 怎么可能你请得到范姐吗 我说我还有点私人关系 刚才范姐说了 你教我很多 因为首先是 其实认认真真说 我以前拍电视剧 拍的第一部电影是手机 是跟范姐拍的戏 是跟范姐拍的戏 我因为拍武装戏的 这个机会很少 因为我觉得古装戏的台词很难记 但是呢 我就是在时装的时候 我为什么说一直跟她说 我说 范姐我特别谢谢你 给了 就是创造了一次这样一个机会 就是当化妆师 造型师 还有服装师他们一点点往我的脸上 往我的身上加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在之前 我对这个角色还是模模糊糊的 在一点点往身上加东西的时候 我就开始清晰起来 而且把那个心里头从来没有对女人那种柔美的感觉的时候 就是特别细腻的时候 她把我从心里的那种东西给突然之间就拽出来了 我觉得这种拽可能在这一瞬间就开始创造了 同样因为范爷盛情邀请出现在该剧特别演出阵容中的 还有眼前这位大美女 她就是曾出演《一代女皇》等影视剧 风靡大陆的台湾女星潘颖子 如果说岁月是把杀猪刀 那这把杀猪刀对潘颖子下手还真是相当轻啊 已经七十高龄的年纪了 在场和范爷站在一块 根本看不出有那么大的年龄差呀 而现场一向霸气的范爷 在潘颖子面前却秒变迷媚 当众自曝三顾茅庐请偶像出山的往事 甚至还透露啊 自己会当演员 也全是因为潘颖子 最早拍电视剧叫 《阴之雪》的时候 我们就起过瓦瓦节 然后在青大班的时候 我又起过瓦瓦节 然后在这个 吴妹娘的时候 我还起过瓦瓦节 但是她都没有出现 真的没有出现 后来我就想说 就是一个人的坚持得有多么重要 就是一个人的内心的愿望 就是你想实现它 但是不管有多少的困难 你总是有一颗愿望 总是放在心里面 没有成心的时候 我就觉得无论如何 这一次我要想办法请到她 心里就是 没有偶像 确实是我的偶像跟女士 谢谢 真的 我想哭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但是你的每一个角色 我都看过 面对范明明的追捧 潘颖子也回忆盛赞 并当场送其精心准备的礼物 而收到礼物的范爷 也感慨 终于能够体会到 女粉丝追陆寒 什么心情了 有钱一乐 听说这个戏投资五个亿 北京报道 这世界很酷 都看得了 你 弟弟子 我们 挺炒 我 都看得到